花莲市与北海道串入市在去年8月份缔结为友好城市 而今年初串入市首次来到花莲拜会 6月份花莲市也主团回访 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杂黄分处长年庆市也特别设宴款待 期许两市可以在文化观光产业面加强交流 来促进两地的发展进步 8号上午花莲市长魏佳业协同行政团队一行11人 从桃源国际机场搭击前往新千岁机场 预定在6月9号要拜会串入市一所 这次赴日参访则是实践今年初串入市长访花时所作下的承诺 在去年的8月多我们视讯会议签署友好城市 那在今年的年初那我们虾民大野市长也率团来花莲市来做一些参访 那也更可以看见花莲市的一些人文历史地貌 跟一些体育的交流 那我们也希望这次的这趟的回访 那也可以看看我们北海道所有的一些人文风貌 那我们希望台日友好 也希望我们可以长长久久的下去 那之前有谈到的一些包机的直航 未来我们还需要再努力 那在这边也要感谢外交部的领处长 大力的协助跟推动我们台日友好的一些政策 那也希望这趟旅程我们可以收获满满 也可以希望说未来我们北海道的 串入市的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花莲走一走 串入市长虾民大野 副市长齐田英树 还有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 扎黄分处长脸信市 亲自前往饭店迎接 9号中午更由脸信市处长 设宴接待花莲参访团 并希望两市能在各个领域互动交流 增进彼此情谊 促进经济繁荣与发展 中午举办的 欢迎参会包括了串入市议会议长 殿中幽州 串入市议所综合政策部长 坚野龙博 产业振兴部 观光振兴担当部长 雄谷申盛也都出席 彼此互贞纪念品 用产间相谈甚欢 场面非常热络 记者留意会串入市报道